当我们的飞机或者其他设备遇到故障的时候 我们通常需要上传日志让售后进行分析和定损 那我们点击左上角第四个图标 在这里一共有四种日志类型 基本日志、升级问题、图传问题和自定义日志 那在这里大家用的最多的是基本问题日志 比如说飞机飞行的RDK 还有B站 还有航线规划 以及我们的APP、雷达、电机、动力等各种问题 都可以在基本日志上传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日志下面是有上电和锻炼时间的 所以说当我们飞机出现问题的时候 第一时间记一下现在是几点钟 那为了方便日志分析 建议大家选择出问题的架次 以及它的上一个架次和下一个架次 一共三个架次的日志进行上传 那如果说有网的情况下 那你就直接上传日志 点我们的右下角的上传 然后把二维码拍照提供给售后 那如果是航测建图失败 那我们就要选择自定义日志上传 然后选择建图日志和相机云台日志 那建图日志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里边的日志是按照我们整个航测建图的任务名命名的 所以说就比较好选择 然后把二维码拍照提供给售后 当然前面说到的相机云台日志也是需要进行上传的 那如果你在地里网络信号不好 或者是没有时间等待上传怎么办呢 那我就建议你选择暂存本地 当我们回家之后 建议大家连接家里的无线网络 因为上传日志还是比较好流量的 我们从屏幕往下滑 然后长按WiFi 这时候点开WiFi图标 连接对应的WiFi网络 然后退回去 那我们点击左上角第四个图标 右上角有一个上传管理 然后选择对应的日志 选择上传 然后把二维码拍照提供给售后 我们下期见